二戰時期 德國納粹符號 現在突然出現 在臺中疫中的非官方臉書粉專上 引起不少網友和民眾討論 有其他學生認為 臺中疫中之前舉辦園遊會時 才因為海報上面化學式的諧音 被抨擊是在歧視原住民 現在在非官方的粉絲專頁上 又出現充滿爭議的納粹符號 覺得太誇張 有議員呼籲學校應該要多教育 算事後粉專立刻刪除 貼文發出聲明道歉 消防也強調會報警處理 但後來在其他學校的非官方粉絲專頁 也出現了一樣的貼文 包括張宗 建宗的非官方粉絲專頁 都出現了納粹符號 張宗也是立刻要求粉專刪文 並且報警 至於建宗 雖然也發出公告 要求管理者刪除貼文 但在發文後的15個小時 仍然有超過3篇的貼文 還留著並未刪除 和新聞無連續 吻謝忠義 彰化台中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